远东航空昨天突然宣布停飞 引发渲染大波 但远航的问题绝非只是财务状况欠佳 而是异常高额的关系人交易 另外黄国昌指出远航从合库借来的22亿 竟然转融资给张刚伟旗下的华裔租赁公司 远航对关系企业的应收账款金额 竟然高达31亿 里面甚至有很多不合常规的不动产交易 去买车位 去买小套房 我直接呼吁台北地检署 创政跟逃亡的风险太高了 现在就可以依法采取逮捕的行动 民航局2018年1月命令远航设立消费者信托专户 保障消费者权益 但交通部去年11月同意远航取回一半现金 高达7000万 今年3月张刚伟又再次取出1774万元 另外点名时任交通部次长 现任台铁局长张振元 以及前交通部长吴鸿谋对外说清楚 2018年11月9号的时候 正式发函 正式发函 允许远东航空 把放在消费者保护信托专户的钱 给拿回去 他用什么取代 他用董监出具的本票来取代 这些本票真的执行有结果吗 对此交通部长林嘉龙回应 半年前已经掌握远航有异常 民航局扣留上议员 这个就是依照原来现在既有的规定在办理 就是有关于基金的专户 还有上议员 那另外我们其他的 他公司的相关的连带保证 这些都可以来就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那也不允许用这一个不透明的这种财务操作的方式 去影响公司的营运 林嘉龙同时谴责远航无预警停飞 一方面又说要买飞机伤害公司诚信 呼吁董事长张刚为向社会说明清楚 新台电视黄亮节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